下車不要逃 远警持槍大聲呵斥 嫌犯下車 先是使用包夾戰術 讓黑色轎車无处可逃 好几名远警合力僵人 押制上鋼 嫌犯不敌 又是警力乖乖 束手就擒 心肺追逐 当街上演 因为有人被掳走 一台黑色轎车 车门都还没关上 就高速在街头奔驰 被害人在板桥 当街被掳走 一路跑到桃园 路往后双方一开始声称 是因为感情纠纷 但警方深入追查 幕后原因发现 原来是爱心募款纠纷 3月1号 双方在台大医院捷运站外 因为募款地点 桥布拢发生推击冲突 B协会的奖姓大哥 因而心生不满 隔天当街掳走A协会的 诚姓男子殴打暴富 来给你看一下 这张地址 这你没有错啊 警方寻线追查 恶度攻坚 逮捕嫌犯 也将持续上场溯源 要揪出幕后 敞进人 这次查过西瓜刀一把 手铐一副 弹甲一个 子弹三颗 弹壳一个 挤弹弯刀一支 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和枪炮弹药 刀卸条例 移送法办 只不过因为募款纠纷 双方爆发冲突 最后还涉嫌掳人 种种脱续行为 也种创协会公益形象 进去有何孟哲 黄荣 什么的 立刻下载 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